好 大家好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闲途和期间图的这个结论 我们上一节课说呢 有了刚才的那有了那两个引领呢 我们就可以证明啊 这个闲途呢 它都是完美的 我们来证明一下 每个闲途呢 都是完美的 我们怎么来证明呢 所以首先呢 我们知道啊 有这样一个结论 说每个闲途 它的子图 也是闲途 而这个结论呢 是怎么来的呢 所以因为闲途的话呢 那就是啊 它的这个长度大一等于四的圈呢 都有闲 那它的子图为什么也是闲途呢 说子图啊 我们在子图里边呢 我们来找一个长 是大一等于四的这个圈 好 那么长要大一等于四的圈 是这个子图的 是这个子图的 长为大一等于四的圈 好 那么子图的圈呢 它一定是这个图的圈 啊 它也是图的 而且长是大一等于四的圈 好 那么长大一等于四的圈 因为这个图是闲途 所以呢 它就有弦 好 比如说是AB 好 那我们知道呢 说这个AB啊 这个是因为圈的这个弦 所以呢 这个AB的顶点啊 就这两个顶点啊 都在这个圈上 是圈上的两个顶点 那么它要是圈上的两个顶点 因为这个是个导出子图嘛 所以啊 这个AB啊 因为它在这个圈上 所以AB这条边啊 也在这个子图中啊 也在这个子图当中 所以啊 既然边也在这个子图当中 那么就说这个子图 你看 它是长度大一等于四的圈呢 它也都有圈 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子图啊 它也是这个弦图啊 就我们这里边的子图呢 指的都是导出子图啊 啊 所以每个弦图的导出子图呢 就也都是这个 仍然是弦图啊 那我们在证明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归纳法啊 用归纳法 所以如果呢 这个图计是等于KN的 啊 那我们说呢 原来就已经验证过 啊 当即等于KN的时候呢 它一定是完美的 啊 所谓完美的意思呢 就是说它的任何一个导出子图 啊 任何一个导出子图啊 它的K 这个H 都得等于 Omega H 啊 因为它的任何一个导出子图呢 也都是一个完全图 所以呢 这两个肯定是相等的 啊 而且就等于图的 这个阶数啊 都在图的阶数 啊 所以呢 这个G等于KN的时候 肯定是完美的 啊 那么G不是KN的时候呢 我们用归纳法 啊 用数学归纳法 啊 那我们来看 如果这个G不是KN 啊 因为KN是完美的 这个直接可以验证 啊 这个图不是KN的时候呢 那我们一定啊 就有一个关节级 啊 不是KN 它就有关节级 是 比如说是U 啊 那么而且这个关节级呢 还可以取成是极小的 啊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关节级U 啊 怎么来取它极小关节级呢 那我们来看这个U 啊 这个U呢是关节级 那我们就从里面呢 去掉单个的点 来逐个的去检验 啊 这从理论上 因为它又有限个 所以呢 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啊 如果检验看去掉一个以后呢 它还是不是关节级 如果不是呢 它本身就是极小的 所以如果去掉一个 它还是关节级啊 所以关节级就是不连通了 去掉以后不连通 啊 如果呢 说去掉一个以后呢 还是关节级 那么我又找到一个新的关节级 我再给它去一个点 再来去做实验 啊 一直到呢 说你再去掉点的时候呢 它已经是这个连通了 啊 那么这个呢 那么就是原来的这个优呢 就变成了一个极小的一个关节级了 啊 因为它有限个啊 我们逐个的去检验呢 一定能够做得到 啊 那么优的极小关节级 那么优定理 呃 十三点四点五 啊 说看 因为它是一个弦图啊 那么它的一个极小关节级呢 呃 那么它的导出紫图一定是完全图 所以呢 既优 就是一个完全图 啊 既优是完全图 那么又因为呢 它是一个关节级 所以啊 这个既 用微减优来导出紫图 或者就是既去掉那些优 啊 去那些点和他们这个关联的边也都去掉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不连通的 它不连通的话呢 比如说我设它的连通分支 为G1到GT 啊 其中呢 这个GI呢 就是UIFI 啊 就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呢 我就考虑啊 这样一些图 G UI加上U 啊 就把UI啊 这不是连 不是这个连通分支是这么多吗 啊 就是去掉U以后啊 又有好多连通分支啊 这是那个U导出的紫图 现在我考虑就这样啊 一个一个的都在考虑 那么G UI加I的话呢 我们知道 它一定是G的导出紫图 啊 根据这个符号表示啊 它要导出紫图 那么于是呢 它也就是贤图 那我们的归纳法来对谁归纳呢 对这个阶数归纳 而且呢 采用的是第二数学归纳法 好 我们来看 所以这个的话呢 它的这个阶数 是小于 这个G的阶数 对于每一个来说 都是小于G的阶数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外边啊 比如我来看 这个导出紫图 因为它外边还有点 所以它的阶数呢 是要严格比G要小 好 严格比G小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归纳假设了 啊 它这个闲途接触又小 所以 由归纳假设 那么这个G UI加上U 那么它呢 就是完美的 完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色数 就等于团数 那么就有这样的结论 有这样的结论以后呢 来 我们一块来对到 这个我们上一节课 证明过的 这个引力啊 13.4.4 啊 我们一边念 一边来对到的 看这里边都有什么呢 啊 说这个D引力说的是 既等于 VE是连通图 U是它的关节级 并且使得呢 U导出的子图 既U是一个完全图 啊 你看啊 说由U U是它的一个关节级 啊 这个U是它的关节级 啊 那么引力里边呢 没有要求极小 我们这找极小的也没有关系 不过它要求的是 U导出的子图 既U呢 是个完全图 所以这既U呢 现在已经是个完全图了 啊 这个已经满足我们 这个引力里边的条件了 啊 那么导出子图 既V-U的连通分支 啊 这连通分支是既1到既T 啊 那么导出子图啊 导出子图的话呢 都会都要满足 它的这个色数和传数一样 就是这个 你看 我们这个引力里边的所有的条件就都有了 啊 都有了以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啊 得到这样的结论呢 就是这个凯G 啊 等于凯 对不起 凯G等于OmG 啊 就对于这个图来说呢 这个凯G呢 就等于OmG 好 注意我们这个G呢 因为是认取的 啊 对于任何的闲途啊 都是这个样子啊 对任何的闲途都是这个样子 哎 那我们来看 说那为什么这个闲途就是完美的呢 啊 这个闲途要是完美的话 啊 闲途的完美的意思就是这个 就是啊 他的子图都完美 啊 都满足 凯 凯 啊 子图 应该是导出子图 H 都满足凯 H 等于OmG H 啊 这是完美的定义 啊 那我们这是证明的什么呢 这是证明的 对于任何一个子图 啊 他的凯 对于任何一个闲途 凯G都等于OmG 那我看 对于这个子图啊 来说是不是也满足这个呢 啊 那我们看 因为给我刚才的结论 说闲途的子图 它也是闲途啊 所以呢 如果一个G是闲途 那么他的子图呢 导出子图也是闲途 那么我们刚才证明的是 任何一个闲途都满足这个 啊 所以呢 任何一个闲途都满足这个东西 也就说这个G的这个导出子图啊 都满足 凯 H等于OmH 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闲途的完美性 啊 好 那么下面一个定理 啊 就几乎是不用证的 相当于是个推论 啊 说每个 区间图 都是完美的 啊 每个区间图呢 都是完美的 啊 这个定理呢 相当于是一个推论 啊 那么为什么这个区间图呢 是完美的呢 因为每个区间图都是闲途啊 这是我们这个上一节课的第一个定理啊 啊 也就是我们书上的定理 啊 这些大量的尝试工作 这些尝试大都是直接针对解决下列啊 波克猜想的啊 这个猜想是什么呢 说图计是完美的 当下紧当 计其他的补图计行都没有一个长度大于三的激数的圈 并且也没有任何闲的导出子图啊 它是这样一个猜想啊 那么这个猜想 这个东西因为还没有完全解决掉 所以呢 我们不继续说它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 说每个区间图呢 都是完美的啊 我们针对这个东西呢 我们呢 呃 来举个例子 呃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呃 来体会一下 这个区间图的 这个完美性啊 那么我们就在 一个竖轴上呢 我们随便来一些区间啊 比如这个是一个区间 这是A1B1 区间 A2B2 然后这是区间 A3B3 A4B4 A5B5 然后呢 这是A6 B6 啊 比如说呢 我们就来呃 只找它的一个六个区间啊 太多了 画起来呢 不太方便啊 我们现在呢 来看这个区间 对应的这个区间图啊 是I1 I2 I3 I4 I5 I6 啊 好 我们来看 它们的边啊 先由I1开始 I1 I2 没有边 因为这两个呢 是没有交集的 啊 那么这个I1 再来看I3 I3的话 啊 我把I1啊 给它化成这样一个东西啊 好看一点 说I3的是A3B3 A有公共部分 所以呢 I1和I3之间是有边的 那么I1和I4 I4的话 看A4B4在这呢 它们有公共点 所以呢 I1和I4之间有一条边 I5呢 这是A5B5 也有一个公共边啊 所以 I5有一条边啊 他们这两些公共点啊 所以它们之间有一条边 这I1和I6 I6的话呢 是A6B6在这呢 和I1 没有这个公共点 所以它们没有边 啊 那么这I1就看完了 下面呢 可以来看这个I2 I2的话呢 是A2B2在这呢 啊 注意这个I1已经看完了 就不用再去他 再去讨论这个各个区间 跟I1的这个焦点问题了啊 那么I2的话 看I3 I3呢 是A3B3在这呢 所以有一条边 啊 因为它们两个期间 有公共点 那么I4 A4B4在这呢 啊 所以这有一个公共的部分 所以I2和I4 啊 它也有一个 啊 有一条边 啊 那么下面看呢 I2和I5 I5呢 是A5B5在这呢 没有公共部分 所以没有边 I和I6 I6是A6B6在这呢 有公共点 所以它有一条边 啊 下面再来看I3 I3的话呢 是这一块 I3是这一块 I3这一块的话呢 看它和I4的 I4的话呢 是A4B4在这呢 所以I3和I4 这有一条边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I3和I5 I3和I5 I5是在这呢 啊 A5B5在这呢 这有公共的部分 所以有一条边 嗯 嗯 再看I3和I6 I3和I6 I6呢 是A6B6在这呢 有公共的部分 所以有一条边 啊 那么再看 I4的了 I4的话呢 是A4B4 啊 黑的 弯的这一块 啊 那么它和I5 是这一块 有公共点 所以有一条边 I4和I6 I4和I6 这一块 有公共点 所以呢 它有一条边 嗯 啊 再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 I5和I6 I5是这一块 I6是这一块 没有公共部分 所以这呢 就是没有 啊 没有公共部分的话呢 所以呢 它这 I5和I6呢 就没有边 啊 啊 那么这是一个 区间图 啊 那么这个区间图的话呢 那么按照刚才的 这个定理的证明过程 啊 我们就可以呢 找到它的 啊 啊 我们来看 定理13.4.5 说的是啊 它的一个极小关节极的话呢 它一定是生成了一个完全图 啊 生成完全图 所以这个呢 它因为 本身呢 它不是完全图 所以呢 它一定有一个极小关节极 啊 我们现在呢 就去找一找它的极小关节极 啊 那么这个里面的极小关节极啊 是谁呢 呃 我们来看 呃 当我们去掉这个 就是 我去掉这个 I3 I4 I5 I6 啊 就是整个的 我把画一个横线 去掉这四个点以后 剩下只有两个点 所以呢 它肯定是这个 呃 不连通的 所以呢 它是一个关节极 不会有问题 啊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它是不是极小的 啊 我们就来呢 分别去掉 呃 这里边的一个点以后 那么看看剩下的是不是关节极 啊 比如说我去掉I3 那么现在我就来看 我不写I 把那个I写简单的标成 四五六了啊 表示I4 I5 I6 所以这三个点呢 我们来看看它是不是关节极 啊 去掉这个三个点以后呢 我们说它不是 因为I2和I3之间呢 它有边 所以呢 这个不是 啊 不是 不是的话 再来看 三 五 六 啊 说三五六的话呢 这里边剩下是 一 二 四 这也有也有边 呃 所以呢 哦 对不起 好 大家看啊 去掉四五六的时候 去掉这个 呃 I4 I5 I6 去掉这三个点的时候 那么剩下的是一二三这三个点 那么一 一三 有边 二三也有边 啊 所以呢 它这个图啊 剩下的这样一个图 是连通的 所以呢 它才不是啊 不是因为只有一条边啊 是因为它是连通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去掉这个 四变成三五六 啊 去掉三五六的话呢 剩下的是谁呢 剩下的是 呃 一 二 和四 一二四的话 来看 二四有一条边 一四也有一条边 所以呢 它也是连通的 这个不是关节级 啊 那么再去掉五 看一看啊 三四六 那三四六的话呢 那么剩下的是谁呢 是五一二 来看一二五是谁呢 一二五啊 这一五有一条边 那么二和一没有边 二和五也没有边 所以变成不连通的了 啊 于是这个东西就更小一点 啊 这个是关节级 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找找到了一个比那个三四五六还小的这个关节级 啊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说这里边呢 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个是不是极小的 啊 这是不是极小的话呢 我去掉这个三 来看四六 啊 去掉四六以后的话的话呢 剩下的是一二三五 那么你看一二五都和三有边 所以呢 这个四六这个呢 它不是这个关节级了 啊 这个不是关节级 那看去掉四以后三六看是不是啊 去掉三六的话 那看一二四五 这有的是谁呢 一五有边二四有边 四和五有边 所以它是连通的 所以这也不是关节级 啊 那么再去掉六看看呢 说三四是不是关节级啊 那么把三四啊 藏起来以后的话 我们看啊 一和五 之间有一条边 二和六之间有一条边 啊 那么你看 这是一 二 这是五 这是六 啊 那么一二五六的话呢 你看他们之间的边呢 就是一六的有一条边 啊 二五有一条边 一二是没有边的 一六也是没有边的啊 一二一 一二一 哦 这个地方是 哎 一 这是一五应该是啊 一五二六 好 所以你看一和二没有边 一只和五有边 那么二和六有边 二和五呢 也没有边 那五和六之间也没有边 大家看这个呢 是一个不连通的啊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关节级 啊 所以呢 又找到一个更小的 哎 所以大家看找这个极小关节级呢 也还是比较麻烦啊 去到三和四 这两个点以后呢 他就是不连通的 所以三四这两个点呢 做成了一个更小一点的关节级 那么二三二四的话呢 我们再看还有没有小的 说我去掉这个二三 比如说光剩四这一点 那么看看啊 他是不是一个关节级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 这个一呢 可以走到 一可以走到三 三可以走到六 六可以走到二 一还可以呢 走到五 所以它是连通的 那么去到这个以后的话呢 大家看 二能走到四 六能走到一 又能走到五 四还能走到六 啊 所以这个呢 也是这个连通的 所以呢 三和四是一个极小关节级 三和四是一个极小关节级的话呢 大家看这个三四的话呢 就做成的是一个K二 所以果然呢 是一个完全图啊 果然是一个完全图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啊 验证一下 说看看这个图的话呢 啊 我们用定义啊 能够找到这K二了 现在我们来直接验证一下呢 这个区间图呢 就是完美的 啊 想要说明这个区间图是完美的 那我 那么我们只要说明这里边的任何一个子图啊 随便一个导出子图 H 它都满足的是谁呢 是KiH等于Omega H 啊 KiH等于Omega H 啊 这这就都有这个性质就行了 好 那我们来取若干个图 我们来验算一下啊 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去掉这个 I1和I2 啊 剩下三四五六 三四五六 啊 那么它的导出子图 是谁呢 说三四有 三五有 三六有 啊 四呢 六有 四五也有 啊 那么这个导出子图呢 就是这个样子 啊 三四五六 这四个点导出 然后我们就来算一算 这个图里边的这个Omega H是谁 说Omega H 这个Omega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导出子图 是完全子图的那个最大阶数 啊 就我们来看它的导出子图啊 这个是那个H 说H导出子图是完全图最大阶数啊 这个比较容易看 就是一个三阶的 就这有K3 因为共接四个点 它又不是K4 这只有三个 就是三个点 又有K3啊 啊 那么有K3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东西是3 好 那么我们再来算一算 这个KH 看看是不是3 那我们就来给它呢 看看用几种颜色 就能够染成两两都是不同色 就是相连两点都是不同色 好 那么看 如果我给这个点染色是1 因为这个点和1相邻 所以它呢 就不能是1 染上一个2 啊 那么这一点啊 这一点的话呢 因为和3 4都是相邻的 所以呢 它只能再换一种3 那么这一点的颜色的话呢 又不能是1 2 我也只要用3就行 所以来说用三种颜色 就可以做得到 又因为这里边呢 是有K3 哎 所以呢 那必须最少要用三种颜色 啊 所以呢 大家啊 在这里边呢 又再注意另外一件事情 说因为我们知道的是 K KH 一定是大A等于Omega H的 所以呢 你找到这个Omega 比如是一个P 那你再验证 它们两个相等的时候 你只要说明啊 这个有P种颜色 就能够 把它这个进行P着色就行了 啊 所以就不用再证明 它最少应该是多少 你只要用P种颜色给它染 染完了以后呢 相邻两点都是不同色就够了 哎 所以大家看 对于这个子图来说呢 它们两个是相等的啊 好 现在我们再来换一个子图 啊 再换一个子图来看一看 比如说现在呢 我选 我去掉一五 剩下的是 二 三 四 六 好 那么二三四六 大家看这四个点的话呢 它那个二和三四六都有边 那么三呢 和四六二都有边 那么四呢 是和六二三都有边 大家看呢 说这四个点的构成一个图呢 啊 构成的这个图呢 它就是一个啊 K四 那么对于K四来说呢 我们早就知道它们两个是一样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啊 这里边呢 我去掉一个点看会怎么样 比如说我去掉这I3 啊 去掉I3的话呢 这剩的是一 二 四 五 六 啊 那么现在这个一呢 和四五都有边的 二呢 和四六是有边的 啊 四呢 和 呃 一二 五六都有边的 啊 然后呢 它这个导出的这个子图 啊 就这五个点导出的是这个样子的 啊 是这个样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Omega是多少 啊 那么这个Omega的话呢 容易看出来 这是有K三的啊 有K三 但是这里边呢 没有K四 啊 没有K四 呃 因为这里边你看 你要是找K四的话呢 那么就是 这个一二五六里边至少要包含两个点 那么一二没有边 一六没有边 五六没有边 啊 所以的话呢 这K四肯定是没有的 又有 这个K三 所以它的Omega呢 还是三 啊 那么我们下面只要说明 啊 要想说明它们两个相等 根据刚才我们说的 只要说明三种颜色就够实就行了 啊 那我们怎么来染色呢 比如这是个一 这是个二 这是个三 啊 这是个三角形 我就要三种颜色了 那么这呢 也是一个三角形 所以我这是一 这是二 或者这是二 这是一 哎都可以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啊 呃 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是一个三种颜色就够了 所以它的K 就是这个色数呢 它也是三 啊 这是啊 我们来验算了若干 呃 四个零点和五个零点的啊 我们发现的这个东西都是成立的 啊 啊 说我们呢 就是没有啊 来验算整个的就这个图啊 这个图 所以这个图的话呢 如果你要算它的Omega 那叫它的完全子图啊 找它的完全子图 刚才我们找到一个是谁呢 是二 二三四六 做成了一个K4 对吧 说那还有没有K5呢 K5的话呢 就是去掉一个点 看看它是不是完全图啊 那我们就来逐个的验算一下 这个也是比较容易 比如说我们去掉一 那么五和六没有边 所以不是完全图 去掉二 五和六没有边 不是完全图啊 那么去掉三 去掉四的 因为五和六之间都没有边 所以不是完全图啊 所以单个去掉某一个点呢 是不可以的了 呃 这是去掉一二三四啊 去掉五的时候 那么因为有一二 所以不是完全图 去掉六呢 也是因为一二之间没有边 不是完全图 所以你去掉一个点呢 肯定不是完全图 也就是没有K5 因为又有K4啊 因为这四个点组成于K4 所以它Omega呢 就是四啊 现在我们来看 说四种颜色是不是够 是不是够用啊 要转四种颜色的话呢 首先我们在这K4的 这四个点 分别标上一二三四啊 四种颜色啊 那么来看 对这个爱五和爱一呢 再来染色啊 那么这一边你看 因为啊 这个爱五呢 是和三四都是相邻的 是和三四都是相邻的 所以它不能是三四 可以从一和二里头选 比如说呢 我们先来选择一 现在一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那个二 这个爱一 爱一的话呢 我就给它染二啊 大家看呢 这里边呢 这两个是不相邻的 这两个呢 同色的也是不相邻的 所以呢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四着色 那么如果我这个地方呢 我不选第一种颜色啊 因为三四不能选 还可以选二啊 如果这地方选二的话呢 大家看这个地方呢 就只能选一了啊 那你看这个一和这个一呢 这两个不相邻的 这个二和这个二呢 也是不相邻的 所以这种着色呢 也可以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只要不选择爱五 只要不选择三四 那他就选择一二随便选 当然爱一呢 就根据这个五的颜色呢 就确定了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四种颜色就够实了 所以这个开 爱一时呢 他也是四啊 那么这两个呢 也是相等的啊 这是呃 我们验算过若干的 四阶的五阶的六阶的 那么至于三阶的 二阶的 这个就比较好办啊 如果三阶的 你要选择啊 爱二 爱三爱四 因为这是个完全图啊 所以呢 两边呢 就都是三啊 你要选择三阶的 是一五六 选择一五六的话呢 那就是这样的东西 一个点 加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他的最大的子图呢 呃 就是这个完全子图是二 那么染 这个色数呢 也是二 这都比较容易看了啊 大家可以回去呢 把这个小一点阶的 这个自己呢 再挑几个 再去电算一下啊 看看我们这个结论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 呃 区间图呢 都是完美的 他没有别的 更好的这个例子啊 咱们就用这个例子呢 来给大家说一下 他的结论啊 大家可以挑一些 他的子图 再去验算一下 哎 那我们的结论 就是知道 所以每个弦图呢 都是完美的啊 每个区间图 也都是完美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 你找弦图呢 是比较困难 所以这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知道最好的弦图呢 就是这个区间图啊 就是区间图 因为这个区间图 它有一个好处啊 你随便在这个树轴上呢 画若干个区间啊 这区间都是随便画的啊 只要注意呢 我们这个A1B1 比如说啊 只要注意啊 你别把这个B1 画到这个左边啊 那么这样就有好多区间 就能够 有了这个区间图 就能对应这样的一个图啊 对应这样一个图以后呢 那我们就能够断定了 这样的图呢 就是一个完美的 这完美的话呢 那就是呃 在这个图里边呢 都能够 它的色数呢 和团数是一样的啊 色数和团数又一样的话 那又会怎么样呢 就是你在算色数 不太好算的时候啊 算如果算色数不太好算 你就可以看 它这里面的最大的 接的完全子图 是多少接的啊 反过来呢 说如果你要算 它的子图是多少接 不太好算 你也可以通过色数来算 说色数的话呢 如果不太好算 还可以用什么呢 还可以用我们的色多像式来算 啊 因为色多像式呢 它有固定的算法 我们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啊 那么这就是呢 啊 我们这一节里边的 这几个数之间的关系 还有这个完美性啊 啊 那么今天的课呢 就到此结束 那么下一次呢 我们讲第五节的联通性 啊 我们下一次的一节目标准转的 一节目标准转的 一节目标准转的